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 2018第十二届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 今天四日清晨在台南永华市镇中心广场开跑 有一万六千多名跑者参加 由于目前正值空污旗 激进党台南党部青年穿起反空污装出现在马拉松现场 提醒民众要注意空气污染对人体的伤害 聚当人体空气迁信机 昨天是台南今年以来空污最严重的一天 台南侧站下午二 武农度于昨天清晨一度破百 南市府举办的古都国际马拉松 今天登场空污污问题也引起关注 不过根据环保署的空瓶监测显示 今天的空瓶指标为普通 从清晨5点45分开跑一直到上午9点期间 台南侧站的下午二 武农度介于22至30mgm3 维克利方公尺之间空品不算差 今天清晨举办的古都马拉松也正好避开了这几天以来台南严重的空污 激进党台南党部办公室主任吴成明表示 今天的空气品质虽然没有前几天那么差 但这期间正是台南的空污期 昨天空污更是严重 政府不能每次只靠运气应该调整时间延后举办 虽然天气会热一些 成绩可能会略受影响 但选手跑者的健康更为重要 激进党大北盟区参选人苏玉文 东区参选人李宗林等人今天也穿起反空污装到现场陪跑 他们表示 每年的10月到隔年4月 是空污严重季节 市府举办大型运动赛事时 应积极避开空污严重季节 不要带头丢众呼埋 教育局也应依据空气污染程度 积极订定各级学校的运动会 户外课程的安全规范及紧急应变措施 而非只是消极的告知学童 若身体不是应停止出赛 积极因应空污污问题已是世界潮流 教育局作为知识传播的大问营 应跟上脚步 市府秘书长房信成表示 由于昨天空品不佳 这次马拉松市府也严重以待 除要求环保局监控空气品之外 也决定空品如果不佳 跑者如要退赛均予以退费 不过今天清晨台南的空品还算不差 赛事也顺利进行 未来也将要求教育局减 陶举办时机 希望能避开空污旗 以维护跑者的健康 欢迎订阅 见识